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攻击力猛涨的同时 后防线也越来越稳固 这无疑会让主帅卡纳瓦罗更加满意 广州恒大后防线稳固 已不开由本土国角组成的防线班底 曾成 邓汉文 张林鹏 冯萧婷 梅芳 米学鹏六名国角 面对中超赛场外原先锋的持续冲击 依然让广州恒大的后防线变得固若金他反坚固 面对贵州恒风 重庆思维 天津太达更是达到了临风 而对中广州复利丢掉的两个球 第一个是曾成近期开大奖 出现失误和李学鹏站类失误 第二个是大比分领先后防线有所松懈 冯萧婷在禁区对肖制反规 而被主台马明吹把点球 曾成 邓汉文 张林鹏 冯萧婷 梅芳 李学鹏六人的发威都十分稳健 但论表现最为强眼的地方 还是付出的梅芳 出展和贵州恒风 天津太达和广州复利三场比赛 梅芳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丁宝四弟分 埃奇姆鹏和扎哈维等外原先锋也是防守很到位 其中还一次在埃奇姆鹏平常担当直视的情况下 梅芳即使毁防将其破坏 向广州恒大避免出现险情 与此同时 梅芳还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道高解文 有一次门前救险 现在在邓汉文确证的时候 梅芳的及时付出 让广州恒大的后防线没有任何影响